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灯火阑珊 春风里 漫步过花细 漸漸笑意 不说明 其实只为你 关上一生素衣 只因为你中意 我想我 已确定我的心 一花一笔朝夕 我是如此相信 我有我的手心 感受你的手心 像一个美好的 故事未完待续 好聪明 那会你又自作主张 我也没想到 那陆赵赵 摔在了皇甫一怀里 还替他挨了一剑 我本来是万事俱备 致欠西风 是东方 呃 那个老大 你放心 我下下次 再也不敢擅自行动了 什么 下下次 因为下次已经在筹备中了 我笔记呢 日月 是 玲珑掌柜 你在这儿干嘛呢 呃 我 种树呢 别种了 来 昨日之事我都听说了 没想到你为爱这么勇敢 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打这儿起 你的吃穿用度 升为主子规格 果然 他们都认为我是救皇甫医手的伤 再给你一点点小奖赏 这叫 一点点 小奖赏 谢谢玲珑掌柜 哎 甭叫掌柜了 叫姑姑 谢谢姑姑 乖 不过呀 这可不是白拿的 叫了姑姑 得生娃娃 啊 什么 哎呀 赶紧打扮打扮 待会儿用膳 我大侄子马上就回来了 啊 日月呀 这些菜可是我一一过目的 所谓多吃补品 有病治病 无病强身 哦 这 确定是给我的 哎 这事啊 前妻靠男子 后妻靠女子 来 给我大侄子来一碗 好 先加些牛鞭 小 少主 好 请吃 吃牛鞭 哎 男人真是可悲 吃这么多补品 会加重脾胃肝脏的负担呢 刚才 王府已被逼着吃了那么多 看来这有钱人 也不好当啊 嗯 不是吧 又来了 这酒消散的威力这么大啊 来 少主 何事 日月姑娘看了一眼您的画像 笔血就止不住得了 完全把持不住 又流笔血 果然图谋的是我 少主大人 不要不能停啊 少主 少主 老母也会偷懒啊 少主 我有一个朋友 他好像因为滋补过肾 已经晕倒了 口吐白沫 所以 我想给他调理调理 你对你朋友还挺好的吗 山楂 怎么样 这个方子嘛 也不是不行 就是滋补过后 切记针灸 否则可能暴毙而亡 暴毙而亡 嗯 皇府一如果死于暴毙 那我的任务不就可以完成了 老板 给我来你们这儿最粗最长的针 不应该呀 掌柜的 哎 贾叔 你说我是不是把我大侄子灌得太过了呀 这都晕倒了 这 以前也没这样啊 哦 贾叔 哎 您刚刚跟我说什么来着 哎呀掌柜的 也不知道那个孟小姐 从哪儿听说少主贴身丫鬟的事 还听说了少主大补之后又晕倒了 这会儿啊 正领着大夫往府上来呢 哎呀 这对倒霉兄妹 可烦死我了 哎 哎 黄菲一 我也是卑鄙无奈的 你千万别怪我 千万不要来找我报仇啊 对不住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大衣什么呢 音乐 回首歌 听声音乐 我真的想wow forearm 不悔了 言歸人 心若 生了索困与微车 造花弄 人相爱却要 离一分 莫非是那宿命 偏偏要不能及 莫非只能断了 这分期 纵然有 万点潮汐 万般的温馨 轻微是一节 那欲绝尽碎裂 就是心 定了情 可如今 却有所一刻真心 这一片 何时梦在身间 或是再也不见 我问 是否挂念 我问 这一片 何时梦在身边